小故事屋 海水的味道 两只野鸭来到大海边 小野鸭说 天气好热呀 我渴了 大野鸭说 但还有这么多海水 随便喝 小野鸭喝了一口海水 皱着眉头叫 太咸了 大野鸭低头喝了口海水 连连摇头说 海水是咸的 越喝越渴 小野鸭看见海龟在流眼泪 赶忙问 你是被海水咸哭了吗 海龟笑笑说 不 流眼泪可以让我把海水中的盐分排出来 一只海鸭听到了 说 我喝下海水后 盐分会从鼻孔流到嘴巴上 再滴下来 小野鸭笑了 哈哈 我还以为你在流口水呢 小野鸭好奇地问 大海里的鱼也喝海水 它们会觉得咸吗 一只海蟹听到了 说 鱼的腮能把海水里的盐分排出身体 大野鸭对小野鸭说 虽然海水是咸的 但是它们都有排出盐分的绝招啊 知识库 海龟的眼窝处有盐线 分泌出的盐液会顺着眼睛边缘慢慢流淌出来 看上去就好像海龟在流泪 海鸭的头部有一对盐线 能把喝进去的海水中的盐分排出体外 海猎蜥的盐线开口位于鼻腔前部 金腔鱼通过腮排出多余的盐分 海蛇的盐线生在舌头下面 在小故事屋 每一天都有新故事 想和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快乐 就请爸爸妈妈帮你订阅吧 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